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个名字罢了 就算你们家他厕所都随你便 总之副本里面一般都是各种各样的生死危机 就像游戏里一样 只有活着闯关成功 你们才能够从副本里面走出去 而每一次的死亡 到数都会减少一次 三次机会用完了 到时候也就真的死了 那我们现在真的只有一次机会了 林三九睁睁地说 没错 出乎意料的 开口的是背着武士刀的男人 你们前两次的表现 真是差得叫人想哭 林三九忍气吞声地 咽下了想要说的话 确实 连着两次全军覆没 好像是有点太那个了 眼看着气氛被同伴的一句话 打击到谷底 桃花难忙苦笑着说 也不能怪你们 你们的对手 比你们的经验丰富太多了 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黎智君 他叫黑泽记 这一次我们是来帮忙的 第二十九章 说到副本和团面什么的 这两个人的名字 还真是有个古怪的 林三九在心里暗暗吐槽 你是日本人吗 卢泽好像一下子 就忘了刚才被压制的事了 满脸好奇地向黑泽记问道 什么 后者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露出一个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啊 的表情 嗯 日本人哪 怎么说呢 就是 也许在他们的世界里 跟我们起名字的传统不一样吧 不能以咱们以前的经验 去理解啊 看着黑泽记的脸色 越来越沉 林三九生怕 卢泽多问几个问题 会被他直接拿刀切开 连忙转开了话题 那个 我问一下 我们那个 叫田鼠的同伴 怎么样了 勒子 才从口中吐出了一半 忽然 从黑泽记的身上爆发出一股 席卷天地的杀气 差点没把猝不及防的三个人 再度给压趴下 李之君忙不迭地 扶住了两个在场的女性 回头向同伴抱怨了道 控制一下你的能力 好不好 黑泽记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不过 那铺天盖地 压迫感极强的威势 终于 还是慢慢地散了开去 因为是男人 所以没有人去扶卢泽 站起来默默地 拍掉了身上的土 李之君示意大家 都上了公交车 慢慢地说 自己找了个座位 懒洋洋地坐了下来 四处看了看 他顺手打开了一包 巧克力曲奇 这才一边吃一边说 你们那个 叫田明波的朋友 是从我们的手上 逃掉的 林三九忍不住竖起耳朵 老实说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一次 进了一个地级世界 真是太意外了 这种难度的新世界 我们本来是打算 当作度假的 李之君笑眯眯地 指了一指 一边的同伴 不过前阵子 这个家伙 不知道突然 发了哪门子的善心 非得把一个男人 从一个副本里面 救了下来 好 就是你们家的田鼠 在看见几个人 都是一脸不相信以后 黑泽气的脸色 越发地阴沉了 田明波说 非常崇拜我们 非要拜我们为老大 死活都要跟着 年也年不走 我看他 也算是挺现殷勤的 就让他 跟了我们一段时间 李之君看了口气 眼睛里水汪汪的 尽是烦恼 没想到 他跟我们混熟了以后 趁我们一时出户 竟然从阿基那里 偷走了一件 很重要的东西 连夜跑了 这一下 三个人都愣了 以黎之君二人 表现出的实力来看 他们根本 没有必要撒谎 那么也就是说 林三就想了想 忍着气 看向卢泽和马瑟 你说 他想找个同班一起走 难道是 打定主意 要拿我们 当挡箭牌了 不等二人回应 黎之君悠悠的声音 就接话了 我看芭城 就是打的这个算盘 他见识过一点 我的最终手法 知道自己单独一个人 逃不了多远 可是以为 混在一个小队里 或者抓不到他 也未免太小小人了 哼 就是进了副本 我也一样 能够找得到的 马瑟拢了拢自己的红发 疑惑地问道 那他现在人呢 为什么没有跟我们一起 在副本里面 黎之君没有说话 看了自己的同伴一眼 是因为 他偷走的那件东西 黑泽记忽然开口了 目光又冷又狠 那是我花了很大的心力 找到的一件特殊物品 可以强行使人 从副本里逃脱出去 这句话一说 三个人都不禁睁大了眼 对于生命只剩下 最后一次机会的 零三九等人来说 不用多说 也能够明白 这个东西的宝贵之处 强行脱离 没有希望通过的副本 不就等于 多了一条命吗 刚刚因为听说 他出手救人 而对黑泽记印象 有所改观的三个人 紧接着 就看见一个 凶狠的冷笑 浮上了他的嘴角 东西拿回来以后 我要亲手 把他塞进A级副本里 有如从林宗 伺机而动的猛兽一样 他平淡而危机四伏的语气 让零三九情不自禁地 打了个抖 这东西 是按次数来算的 一共只能脱离十五次 不然 他早在第二回的时候 就抛弃你们了 等剑牌 还不是哪都有吗 黎之君 瞇着眼 叹了口气 他的一句话 就把正直年少的卢泽 给激得跳了起来 气得脸都红了 等找着那孙子 我先要揍他一顿 许大哥 有什么用得上 我们的地方 你尽管说 林三九看着 黎之君 笑盈盈的样子 在心里 翻了个白眼 他咳了一声 轻声地说 兔子 你坐好 现在咱们当务之急 是要从副本里面 活下去 对了 只能够进一次着 所以我和阿吉 现在属于非法入侵 没有办法 帮你们去打架 黎之君 一双狐狸眼 因为笑容 眯了起来 所以 求由我们 来提供情报 顺便替你们 打打下手 你们制定一个 作战计划 等出了这个副本 到时候 我们还要 请你帮一个忙呢 林三九看了他一眼 心里有点拿不准 天底下 哪有白吃的午餐呢 这个黎之君 虽然笑眯眯的 可是 一副很不好 对付的样子 也不知道过后 会让他们 做什么事 来还这个 天大的人情 不过转念一想 以他们三个人的 立场来说 难道 还有余地 讨价还价 一想到这儿 他一咬牙 对着卢泽和马瑟 点点头 就这么办吧 主意一定 接下来几个人 就开始轻声讨论 这一次的方案来 黎之君二人 提供的情报 完整详细的 好像他认识 对方一样 据说 他们只是在 出事地点 走了几圈 就已经把对方的资料 给摸了个一清二楚 果然第二回时 预料的一样 伏击他们的是 一个搭档组合 其中一个 是堕落种 总是在几栋楼的 周边寻医 另一个 是人类女性 深藏在十五楼 那个堕落种 除了吃饱喝足 心宽体胖之外 根本不足为惧 真正危险的 还是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 到目前为止 已经发展出了 两种能力 狙击和陷阱 狙击的威力 0393人 已经尝到过一次了 跟军队里 拿到枪的狙击时 不一样 那个女人的金属光点 就像子弹一样 根本不会有枪支机械 带来的精度问题 也不必长时间地瞄准 她所需要做的 就是用肉眼 锁定目标以后 拉动手里的扳机 039就是体能再好 也还没有进化到 比子弹速度 还要快的地步 而狙击手最大的弱点 近身战 被她另一个能力陷阱 给完美地解决了 我本来 是想上楼看看她 但是才一进楼道 就吓了一跳 从一楼开始 每一个台阶 都布满了 她设下的陷阱 一直塞满到了十五楼 虽然想破坏也不是难事 但是这样一来 肯定会被发现的 黎之君这样说道 要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开战 到时候 只能被追着打呀 是什么样的先进 0139有点紧张地问道 不知道 黎之君一摊手 不是说了吗 没敢踩上去 0139无奈地 看了她一眼 总之 就是不要上楼 就对了 是吧 黎之君 好以整霞地点点头 不上楼 还怎么作战啊 0139不禁 有点丧气 不过 还有一点情报 你们应该知道 黎之君 笑眯眯地凑过去 给039和马瑟 一人递了一瓶水 在副本里 只有你们这一方 有上一色的记忆啊 三个人刷的 抬起了头 虽然你们 和他们走进了 同样的一个副本里 可是身为攻击方的一边 是没有副本 这种意识的 他们只是 在走进副本的那天 本来打算要做的事 也就是狩猎 黎之君越说 越有精神 所以这就意味着 你们今天的攻击 对他们来说 仍是出其不意的 只要计划好 完全可以反攻成功 或许是被他 从容不迫的语气 给影响了 一直盘旋在三人心底的 隐隐的恐惧感 逐渐地削减了下去 黎之君把各方面 都提点了一次 见也差不多了 就招呼上一旁 昏昏欲睡的 黑泽记下了车 接下来 就看咱们的了 看着他们走远 林三九眼睛亮亮地 转过头 望着卢泽和马瑟二人 与其坚定 我们一定会活下来的 第三十章 近期的卢泽 前两次开车 行驶了近二十分钟的路程 卢泽走了 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 根据黎之君的情报 那个堕落种 经常会在他住的 楼房附近游异 寻找落单的行人 可是卢泽在离开 那栋楼的五百米的距离上 走了好几圈 也没有见到 那个堕落种的影子 看来 那个家伙还挺谨慎的 不肯责远呢 对讲机里 传来了林三九 若有所思的声音 那么 你再靠近一点好了 记住 发现他的时候 一定要躲好 然后 你应该知道 该怎么办吧 卢泽嗡了一声说 放心吧 这方面我有经验 好 保持联络 暗调通话 卢泽收起了对讲机 朝堕落种搭档所在的那栋楼 缓缓地走去 因是能力被他发挥到了最大 在这个范围里 只要有一点不对头 他就立刻能够发觉 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卢泽的心 砰砰直跳 今天这次作战 重头戏 其实都在他身上了 压力可想而至 在谨慎地靠近楼房的这一路上 卢泽没有忘记 时刻找掩体 遮住自己的行踪 要是在发现堕落种以前 就被楼上的那个女人 一枪轰掉 未免就太冤了 不过 在战争世界的那一年 卢泽学到了不少 隐藏技巧 因此 倒是游刃有余 藏有举鸡兽的那一栋楼 在附近可以说是 鹤立鸡群的 这附近大概 还没有开始拆迁 还留下了不少 六七层的居民自建楼 原本开着许多小店的街道上 此时就像死了似的 连尸体都化作了灰 一个男人的身形 拖着一根长长的黑影 忽然毫无预兆地 从拐角处晃了出来 慢悠悠地拖着个脚 卢泽心下一惊 立刻往旁边一缩 躲在了一块 落满黄沙的招牌后面 目测这个距离上 多洛种应该 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卢泽打开了对讲机 我看到他了 他的声音 压得要有多低 就有多低 小九 你确定上次 他说的那个狙击手 是他的女人 没错 我百分百肯定 好 那我就发动了 话音一落 卢泽盯住了远处那个 看起来十分悠哉的 多洛种 心里默念了一句 女朋友 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 卢泽就看见了 自己的肩头上 劈垂下了一片 瀑布似的黑亮长发 不管变身多少次 每一个新形象 都还是让他觉得很新鲜 他伸手摸了摸柔顺的头发 又摸了摸小巧光滑的脸 发现自己的两手 也变得白皙柔嫩 纤细的手腕上 还戴着一只卡蒂亚的手镯 我成功了 我说 这家伙的女朋友 看起来还是个白负美的 卢泽轻声 朝着对蒋鸡笑了一声 胸大腰席 长发 很不错呀 对蒋鸡另一头的两个女人 同时吃得 鄙视了她一声 林一三就无奈地说 你就不能严肃点吗 好了 赶快出去吧 哎 哎 黎之君 你干嘛 他惊讶的声音后 是一阵的杂音 听起来好像是 手里的对讲机被夺走了 紧接着只听到黎之君 凝重地喊了一声 不要出去 卢泽才刚刚迈出去的 一直穿着红色中跟鞋的脚 顿时僵住了 黎之君焦急的声音继续说 我见过那个狙击手的样子 不漂亮 是个普普通通的短发女人 你变错行了 喂 喂 你听见没有 不管他怎么喊 都没有一点回答 因为卢泽已经默默地 关掉了对讲机 黎之君的提醒 还是晚了一步 刚才卢泽才迈出去了一步 好巧不巧 正好撞进了多洛种 往这边投过来的视线中 就在黎之君说话的功夫 多洛种已经一脸兴奋地全力朝这个方向冲了过来 看这个速度 用不了十秒钟 两人就能来个面对面 卢泽压住紧张 意识没有动地方 迅速地收起了对讲机 随即他抱起肩膀 很害怕似的 用这个女人的声音 啊地叫了一声 果不其然 快冲到眼前的时候 多洛种猛地一下杀住了步子 就连那根长长的口气 都没能遮住他脸上的惊讶 美艳 卢泽一脸惊恐地抬起头 露出了他现在那张 美丽又娇柔的女性脸庞 白嫩的脸蛋上 竟是泪痕 接下来多洛种的一句话 立马让卢泽确认了 零三九的情报没有错 这他妈完全就是个阴差阳错 美艳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男朋友呢 我查 顿时卢泽只想说这一句话 他这个能力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是零三九也不知道的 在卢泽发动能力的时候 必须说出对方的关系人才能够变形 而事实上 他只能变成对方心里认为符合这种关系的人 也就是说 这个多洛种很显然不觉得楼上的狙击手 是他的女友 反而这个美业的 并且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的女人 才能称得上是他的女朋友 所以说 我最讨厌 乱搞男女关系的人了 卢泽在心里咆哮了一句 面上仍然是一片惊恐和楚楚可怜 我 我跟他早就失散了 倒是你 怎么会变成这样 多洛种的眼珠子转了转 上下打亮了面前这个女人一遍 随即笑着说 好 我进化了一项能力 叫做肉体改造 别看我虽然不好看 可是很厉害的呢 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变形能力 卢泽在演技上可是下过了大功夫的 哪怕是听见了这种胡扯 他仍旧好像有点害怕似的 轻轻点了点头 把目光从口气上避开了 抽气着说 现在 这个世界 太可怕了 我说 你爸爸呢 那么有钱的人 不会连个厚辱也没有吧 多洛种随口问了一句 忽然有点热切地问道 还有 你进化了吗 进化了什么能力 原来是这样 奴子在心里冷笑了一声 我们家 有一个地下避难室 石水准备了很多 我这段时间 就是躲在避难室里活下来的 对了 你要是有需要 也可以去啊 卢泽一面说 一面悄悄地打量着他的神色 见多洛种 听见石水两个字 果然无动于衷 他又接着说 至于能力嘛 除了一个 适应高温的能力 我好像没有进化了 这一下 多洛种的脸色 才慢慢地起了变化 刚才那一闪而过的神色 如果是失望的话 大概 现在变成想笑了吧 多洛种的眼部下方的肌肉 逐渐地挤在了一起 眼睛彻底眯了起来 没有进化了 那你一个人 怎么出来了 我怎么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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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